Hello 大家好 剛剛去完美國旅行 買了一大堆東西想和大家分享 首先我在Sephora買了一件東西 因為我九月尾十月去 沒什麼特價 我買了一枝Fresh洗臉 這個應該大家都很熟悉的 因為很出名的 它是大豆的面部清潔 它有青瓜的味道 每個人都說好用 所以想買來試一下 大概港幣320多元左右 然後去美國當然少得 會去一些drug store 或者超市買東西 首先講一下面部的洗臉產品 我買了三枝 有一枝已經給予人了 就是neutrogena的dailyscope 它是專門用暗瘡的 這一枝 我現在就在英國 在英國也是沒得賣的 香港暫時不知道還有沒有得賣的 它有2%的毒素 是專門用暗瘡的治療 用完這個面部洗臉後 很明顯暗瘡真的減少了 而且沒有長那麼多粒粒的 我覺得這個是好用的 然後我本身是買了一枝 在美國的時候用的 因為我去美國差不多20天 一開始一去就已經買來試一下 試了之後覺得很好用 又好用的 所以之後就繼續買多幾枝 然後現在就留了一枝完整的給自己 就會繼續用這些小小的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很多人都推介 亦都說是美國的醫學品牌 的這個 Queen's Helen 不知道怎麼這麼説 是這個牌子 的一個 泥面膜 清潔面膜 它現在就轉了新包裝 之前的包裝應該不是這樣的 它擠出來 是它很潔身 很硬的 你要很大力量兩隻手指 摺出來才會摺到 它的面膜 它這麼大 就可以用在面上 有時候我會用在頸 用在背部 可能有些粒粒的 我都會用它 它的味道就是 薄荷味 它是很重的薄荷味 有點像平常牙膏的味 但是它的顏色就是這樣的 就是要很大力 很大力地摺 你就會看到一點 大家可以看到嗎 看不看到 是很硬的 綠色的膏狀 這樣 就是領頭來的 然後就是另一個蓋子 每次用的份量其實都不是很多 所以我相信一枝可以用到很久很久 我買了三枝 有些送給朋友 另外一個牌子 也不陌生的 我也是買了幾枝 所以就留了一枝給自己 就是這個牌子 然後就是Facial Scrub 它就說可以去黑頭 還有減少紅印 然後就是清潔毛孔 這個我暫時都沒有用的 然後另外一個 又是有2% Acid 就是跟這個 Neutrogena 的成分是差不多的 但是這個就是4元美金 這個就是7元美金 但是這個 是有227g 而這個就是124ml 它有些寫gram有些寫ML 我也很嫩 但是尺寸大概就是這樣的分別 這個顏色摺出來是這樣的 它就比較稀 看看看不看得到 它就比較柔質的 然後它就有些很細粒 很微粒 它是比Neutrogena那一隻 就是粒子目更細 沒有那麼大粒的 就是可以平時這樣清潔 我覺得它是挺清爽的 但是相反 Eutrogena那個是比較 可能保濕一點 有一點點黏的 就是沒有那麼清爽的 然後最後就買了的洗臉產品 我也買了很多洗臉產品 就是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大家都很熟悉它的 抗衰露 我也是想試一下它的質地是怎樣 因為看到它特價 就差不多是8美金左右 有147ml 它這裡說 就是說 會有拉提作用 有抗衰露的成分 而且會令到皮膚更加有光澤感 然後也是面部的產品 就是買了 也是這個牌子 然後就是 DEEP WINKLE的 Serum 就是全面塗的 就是去減少皺紋 因為開始 都需要用一些抗衰露的產品 就試一下用 這個大概就是20美金 一支 有30ml的 Serum 說完護膚產品 現在就說說化妝品 化妝品 都是在drug store買的 大部份都是在raw green 或者Walmart 首先就說說Elf的產品 買Elf的產品 當然不少 就是它的化妝掃 我都買了很多枝 也有些送給朋友 這些剩下是自己用的 留下 我就買了這個 small sleeping brush 就是 這樣 小小的 就是用來 塗在胭脂的位置 點進去 然後就有contour brush 就是這樣的 它是扁身一點 然後就可以用來做contour 另外就是這個 眼影子 C Blush 這個就是去做眼窩位的掃 然後就有這個clumb flash brush 就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上水粉 全面的掃 最後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小小的 可以上眼下面 眼窩這些位置 細眉這些 也可以做鼻樑的contour 然後就買了這一盒 眼影子 都是ELF 還沒拆的 先拆開來看看 它總共有六種顏色 然後我買這個就是 Nude color 對 打開它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一塊鏡子 然後就是這樣 就是六種顏色 它的顏色也不錯 有些shimmer 有些閃粉 這個顏色是Naked 它的名字叫Naked 它的名字叫Naked 那些名字我會補在下爹的 Description box 然後說完ELF的產品 也買了這一支 Naked的Gel Pencil Liner 我已經用了 我買了黑色的 我覺得我是不推介這一支 Gel Eyeliner 因為當你塗了眼影子的時候 你再用這一支筆畫上去 它是會很滑 你是畫不到 就是滑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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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很不均勻的 它是好像黏著黏著的感覺 所以我是不推介這個 眼影子的 然後就買了Maybelly 我也是買了很多支的 我就留下了三支給自己用 就是這個FIT ME的concealer 這個也很有名 我之前其實在英國也買過 但我買錯了色號 所以太深色了 我就沒有用到 我這次買了15號色 20號色 以及25號色 25號色 我就打算做contour 這些暗一點的位置 去塗一下 其他的就是 點回一些暗瘡位 黑眼圈位 這樣 就只有三支 然後就買了這個Cover Girl 的粉底 我買了neutral beige 我都用了兩三次 我覺得它真的Oil Free 做得很好 它空油真的做得很好 我是去美國的東岸 即是美國的士尼 就是在佛羅里達州那邊 其實每一天都很熱 而且很黏 很像香港的感覺 我覺得用完它之後 它可以保持到五六個小時 也不用 它空油做得不錯 而且這個價錢 即是六元美金左右 大概為港幣 可能四十幾五十塊 它都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這個30ml 我都蠻推介這支粉底液 然後就到最後了 我就在drugstore買了這支 Flower的01號 即是1號色 的這個lipstick 試試看好不好用 這個還沒刷 然後 去美國當然就是要去OLED 我去OLED 我都不是買了很多東西 如果是香水 身體 身體 即是body cream 方面 我就買了Victoria Secret 買了這個Victoria Secret Annes Love 的這個body cream 大大支 200ml 就是三味感 因為是OLED買的 這個味道很香 它是有花味 但是甜甜的 即是不喜歡甜的 你可能未必會喜歡這個味 但是 它是類似一些 Apple Blossom的味 是有些蘋果味 有些花的香味 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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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介 這一支 這一支味真的很香 是 叫Agra Kiss 那這個呢 就是body lotion 來的 就給剛才的body cream 這個就稠一點 這個就稀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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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味是怎樣 女性一點 就是沒有那麼甜 這個真的是 完全是花味 沒有什麼水果味 所以就沒有那麼甜 我也覺得這一支味 是不錯的 都是3美元 然後這個是比較多的 250ml 然後我就買了三個香水 就寫寫一支的 就叫做secret charm 打開它 這個就有30ml的 也是3美元 因為它香水 就是這樣的 藍色透透明的 30ml 頭也是普通香水的噴頭 很方便的 去旅行用 外出用 這個香味也是很清的 清得來 但是它也是有花香 有一點點水果味 那 我也覺得如果3美元 可以買到這個香水的話 是很划算的 所以在Outlet 記得去Vertoria Secrets 看看它的香水 或者body cream 或者body lotion 然後去Isabel 這個 就買了一支 其實它是一支 這個就是cherry blossom的香水 它就連起來 cherry blossom的body cream 就是 兩個加起來 這樣一支 這個body cream 很香 它的香味 其實我一向都有用 開它的body cream 我就是用green tea 就這樣用green tea 綠茶的味道 這個就是green tea 再加cherry blossom 兩支 它中間就是這些 一粒粒 變成粒子 其實沒有問題 它不會很粗 你搓的時候 它會慢慢融 下去 你搓到它 差不多沒有了 粒子為止 就可以了 我覺得 這一支body cream 很好用 而且它是歐多 這兩個加起來 就是14美元 計算是稅 兩個 一支大大支 100ml的香水 我是在這個月內 不停不停不停地噴 有噴全身 有噴房 但我噴極 都是用了這麼滴滴的 所以我覺得很耐用 再加上這個body cream 只要糖 成縃 一支 成縃 也有 成縃